字幕ful William & Alicia 王ylmiler 哇哇哇 detention 阿哈 哦哇 我是某 歡迎回到我的 1.2 a 冒險日記 那如各位 稍早所見 由於汪汪之前 去老成家幫老成擴建了農田 老成為了表達感謝 幫汪把村民小屋 改建成了台北101 恩... 我喜歡這個設計 但必須要先跟各位預告一下 其實天蛇之後有個建村計畫 老早就跟汪汪打過招呼 會拆了我的村民小屋 所以抱歉了老成 到時候天蛇 會把你的101給拆了 看過了101 正是來跟各位聊聊 我們今天這集 要幹些什麼吧 汪汪目前接獲了兩則全新情報 第一個是 一點而已有了全新的重生點村莊 由於天蛇開始拍攝影片 多了實況主Debuff 建築速度變慢 這回改由另一位建築鬼人 製成新竹金城武的海尼根 包辦了重生點的建設 汪汪今天會來去拜訪重生點 看這次重生點商店 大概賣了些什麼 第二個情報則是 雖然發現的比較晚 但聽柴魚說 在我們村落100公尺內 好像有另一個終界門 對 100公尺超近 我們之前還傻傻的 跑到3000公尺外找終界 根本蠢壁了 所以所以 喔 哇 有你妹妹殺人了 咳咳 我是說 所以今天這回我們的精神 就輕鬆點 逛逛要塞 進入終界 返回起點 看看海尼根的手藝 這就是我們今天自己大概的目標 可憐啊 而正式出發前 汪也是搶來完成三件角色 第一件事情就是 我們的任務告示牌 又多了一些全新的內容 我們一起來看看 每200站我們要送給片頭 一組的原木 根據各位戰術要求 我們要送出15組的原木 我們就稍微來看一下 嗯 看起來是絕對足夠的 我們就直線飛往阿頭頭的住所 喔 這片森林還在呢 我好像沒開過這種戰術要求對吧 而至於究竟是誰這麼優秀 啊不我是說 究竟是誰這麼惡劣 想要炸黑瑜伽 我們來播放一下 我們家附近的堅持器畫面 喔汪汪你也來了 喔嗨汪汪 他在看這裡到底發了是不是 沒有他發現我們要看他家了 我們沒有辦法擺 我們剛剛剩餘的TNT了嗎 欸駱駝 他可以這可以裝在 那一塊有駱駝 好酷喔太漂亮 駱駝啊會坐下 看起來真的很像補助 這邊是不是還有那個告示牌可以 可以寫些什麼 留言板 100個讚 我們要給他多少讚 我們來個兩百萬怎麼樣 兩百萬 兩百萬 巧克力下次要突破的目標 好嗎 沒有兩百萬讚巧克力下次不開台 喔那是 那是汪汪的還債計畫 喔 那那那這個樣子好了 我們幫你還債 只要你的那個突破兩百萬個喜歡的話 你就要去炸黑瑜伽可以嗎 可以的話就點個 我們踢 我們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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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同意了 他同意了 他同意 黑瑜自己的原因被加 好 好 我兩千讚的喜歡 汪汪 聽到他們的願望了 只要你們 達標這個站 汪就在 阿神 及巧克力的家門前 各計送三組TNT 並且留下任務紙條表示 黑瑜好像真的蠻講被炸之類的 幫他們三方啟動戰爭的號角 歡愉的信徒們 你們已經獲得限時版花火的按鈕了 做出選擇吧 接著第二件小事 汪外出奔波又有一陣子沒回家了 家裡又多了許多的變化 來跟各位好好介紹一番 像秋風之前幫我們開著這個地獄門 汪又私下挖了更多的靈灰岩 給他做了一個厚重的框架 讓他更有一種莊嚴的前往挑戰道路的感覺 再來家門前多了許多夥伴們給予的貨物 我們來逐一看一看 2-1-1 這邊有酷酷的火藥 送給你來自神秘軍火庫 滿滿一整箱的火藥 這個神秘軍火庫 估計又是雪隱媽媽 害怕大家沒有煙火可以飛 真好 看哪 TNT的耗材全在這了 旁邊這一小箱 片頭家最便宜修補 一本只要12塊錢 我們打開看 喔 真的有一本修補書 但就汪所知 這個修補村民好像被搬到秋風家了 可憐啦片頭 以及箱子的正下方 似乎原本是有個機關會引爆TNT的 但大家都很手癢 每個人都摸一下 導致這個發射器裡面已經沒有TNT了 我們多獲得一個發射器 感謝片頭 第三箱秋風興奮到超越生死 送給父親所有的人 大家都可以拿擺蹦蹦頭 超級多的烤馬鈴薯 這真的要找一個好地方 好好的把它放置一下 我好像覺得這邊可以多一個木桶 大概像這樣 上面寫到 有種餓叫做蹦頭 覺得你餓 通通塞在這了 油箱開完接續往上走 再來左轉彎就能看見 88家的後方原本挖了幾個坑 塞了幾隻動物 現在汪汪幫他們做了個 比較正常的牛圈以及比較正常的羊圈 還有一個可以採集雞蛋的小雞塔 上面鋪滿了很多看起來很舒適的乾草捆 中間的漏斗是從各戶人家偷來的鐵 而做成的雞蛋器這個樣子 大概有這些 下面的地下室呢 汪汪也是跟我那個寶藏庫做了 同樣的牆壁設計 跟這邊有更多更多的雞蛋 太多雞蛋了 汪汪覺得我們可以來把上面的這些雞雞 稍微殺一殺 把蓋子給打開來 簡單的揮他一道再揮他個兩刀 就獲得了好多好多的雞肉跟羽毛 啊這些雞蛋再拿來丟一丟 對汪汪沒有把它做成全自動的 因為我不知道生雞肉很酷 我不想做成烤雞肉 我丟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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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裡面就又有更多的小雞雞了 等他們通通長大大 我們再用掠奪山的刀刀砍一砍 牧場更新看過了 我們接著再來跟各位介紹 我們有個心靈居 就在我們300公尺之外 哇嗚ula 牠蓋的東西也蓋得太迅速了吧 牠已經蓋了一個好漂亮的屑如果 這裡是艾牧雅的住所 在這住所正的上方 還有一個可愛的小狗屋 這是汪汪幫艾牧雅蓋的 這是狗狗叫耳乾醬 牠同樣也有狗噴 跟艾牧雅牠好像超喜歡狐狸 他養了蕃茄醬 胡麻將跟...不知道為什麼這邊有隻狗狗被釣起來 他叫做REN似乎是春魚工作室的一個合作實況主的名字 不知道他跟艾木雅有什麼深仇大恨真可憐 來跟各位小介紹一下 艾木雅簡稱小哀 春魚創意旗下VTuber 開台風格會給人有一種世界和平的感覺 十分的療癒 除了是個麥克風廢人外 歌唱溫柔好聽 時常會有歌迴 上班族們 如果工作時想要有個人陪 歡迎參考看看 再多補充一點 畢竟是VTuber 有些特殊設定也是合理的 小愛平常是白頭髮 但如果各位點進直播 發現是黑頭髮 那不是小愛 那是奧摩摩 這時候大家只要記得 總是奧摩摩大人 是對的 這樣就可以了 好勒 拜訪玩親朋友 我們速速回家 脫啊 最後捏 汪汪家還有一個比較大的變化 就是天蛇幫我們蓋的這個農田區 穿越過去之後 我們看一下靈魂出鞘視角 可以看到 這邊有著 滿滿的木頭壓力板以及告示牌 這些告示牌上面寫著 前方地雷區 請小心前行 這些似乎 全是海尼根留的 並且呢 黑羽跟我說 他超想踩這些壓力板 我們就來把黑羽找過來吧 因為海尼根在汪汪家這邊做了一個 前方地雷區請小心進行 你知道 我剛剛自己過來汪汪家的時候 我看到我超像踩的 來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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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摸一下 來喔 那我們一人先挑一個 啊我們挑了那個 我們就把它拆掉這樣子 啊對 好我先 沒事 這好刺激喔 這好像那個喔 你有玩過海盜船嗎 俄羅斯論盤 沒事沒事 等一下我開一下 方塊聲音開大聲一點 是不是會緊張 會不會最後根本沒放 也有可能那就踩好玩 竟然 但海尼根不要殺我們喔 喔海尼根要玩就要玩大的啊海尼根 不好說啊說不定真的有啊 我們快踩了一半以上勒 我們快踩完勒 確實 欸可不可以海尼根在耍了吧 但是你們也知道海尼根如果真要玩起TNT的話 才不會這麼小一顆呢 究竟這TNT到底是誰放的呢 大家可以再來去關注一下其他人的頻道 看看真相究竟為何 環境介紹完畢 繼續來執行我們第三件小事 就是我們之前不是有競標了一個黑羽的毛嗎 汪絕的是時候該來把競標者的名稱給公布出來了 但是汪絕的 我可能還會需要一個獎牌 跟書語以毛筆 所以我們就先來 準備 材料 先來打開中介箱 掏出庫存綠寶石 帶著錢錢找到圖書管理員 購買些許的書櫃 書櫃放副手 主手拿起斧頭來 左右鍵壓住掏出書本來 機器們又長大了呢 殺雞快速取羽毛 來到河邊發現 不知道誰蓋的可愛小巧巧 尻爆墨魚獲得些許的墨囊 材料被妥回到伐木場掏出大量的木頭 分解木材 製作半磚 書櫃夾中間半磚弄個T字型就是講台 木材中間夾半磚做出浮雕書櫃來 最後打個墨汁沾沾羽毛寫寫書本 就是書與羽毛筆囉 材料 準備完畢 我們立刻來佈置我們的拍賣會場 大概先佈置成這樣 我們目前的競標者包含了 靈鴻鹿先生與狼夏 他們各付出了30台幣競標者 黑羽的羽毛 而旁邊的獎台呢 是考量到 我們這個獎牌能簽上的名字有限 所以這邊又有一個競標名冊 到時候如果 我們某個競標項目 競標的人很多的話 我們可以寫 一整排的名字 讓 被賣的實況主 回頭的時候可以看一下 到底有 哪些人 競標了 他身上的 貼身物品之類的 那目前比較大的問題就是 這個競標項目 不夠吸引人對吧 沒事 往往聽到大家的願望了 我們再來 炸開 第二項商品 欸駱駝 他可以 這可以裝在 那會有駱駝 駱駝有駱駝奶嗎 我試試看還好 沒有 喔沒有 那駱駝有什麼用啊 駱駝駝來看他家 恩我們從這邊走吧 喔完了沒有地方吸 全新競標項目 阿神與巧克力 屁股蹭過的鞍 歡迎大家在底下 超級留言 開始爆駕 好勒 心事已了 接著我們就 往上飛一下啊 回頭看一看 這是小哀家 中介門 離小哀家更近 我們只要掠過這個山丘 看到這邊有個 小金流 小金流這邊 有個青座庵啊 就就就就應該就是 中介門了吧 我們往下跳一下 我們看到了 是中介門呢 為了順利返回重生點 我們必須要先舉行個儀式 把床放出來 摸一下床 再把床敲掉 好了 我們現在可以進入中介去了 之後如果 有需要經驗值的話 我們大概飛個100公尺就到了 呃 其實也沒有100公尺那麼近啦 總之 就很近 飛過一個山頭就到了 返回重生點 嗚~~ 這邊變得真不一樣 來到處逛逛 瞧一瞧吧 我們就先從這個 最顯眼的 世界地圖 開始看起 這一次是一個 強烈而不是 地板的設計 這個綠綠的點點 應該就是 這個重生點的 所在位置 那這樣的話 這邊有點粉粉的 應該是秋風家 再來 這個有點凸凸一塊的 應該是蹦頭家 再來這就是汪汪家了 跟汪家的 東南方原來是有一個 雪原區域的 這邊怎麼有一個池子了 這是蘑菇島嗎 跟稍微偏別部的地方 都是一些叢林啊 跟沙漠等等的 熱帶區域 喔 捕捉到了一個 稀有畫面 我們重生點 介紹著 海尼根正在 跑地圖 這樣 我們就 接續來 看下一間 下一間的話 是一個 地獄傳送廳 啊 這邊就是 傳送門的 房子了 喔 這邊 就是一個簡單的傳送門 喔 這邊有一個 這應該是 指令村民吧 酒後駕車 它上面寫什麼 看什麼看 我這邊沒賣東西啦 買東西去隔壁村啦 應該是指秋風家之類的吧 再來觀摩一下 海尼根的 建築外觀 這次的建材主要用到了大量的 銅製方塊 以及適合搭配銅製方塊色系的另外方塊 下方主要是繡石銅 上方是氧化銅 紅綠色系的搭配地基的話呢 用到了大量的寧灰岩建材 非量符合1.21主題的村莊設計 並且類似窗戶的地方 都會擺設銅燈籠進行裝飾汪絕的 機會難得 我們就來 開啟個光影視角 利用不同的視覺感 再度觀摩一下 這個村莊以及它的內部啊 喔呦 在暗的地方看有一點亮 喔 但是從這邊看出去 即使是早上 看起來也很漂亮 走下台階 欣賞一下 這邊 清澈的小溪流 以及一個 寧灰岩寺的橋橋 前方有個村民 我們來去跟他打個招呼 臭幼生物狂熱者 他說 喔喔喔喔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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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看上個系列的人就知道這是什麼東西了 我們接續來看看 這裡是 爆甲食堂 怎麼聽起來有點不妙 應該就是一個 很普通的商店吧 喔喔看起來有桌子是一個 餐館 動物頭顱商人 食物頭顱商人 跟造型食物商人 等學穎媽媽準備好了 可能就會來幫忙上架指令村民這樣了 走上台階 靠近這個橋墩 喔用光影 觀賞這邊橋墩 又是不一樣的風景 那下一個 房屋的話 主題是 不瓦房 喔可能就是一些 到時候伺服器的夥伴 做了材質包 想要塞進伺服器的話 就會有這邊的NPC來進行販賣 後面的話 喔 因為是不瓦房 所以有大量的 不同色系的羊毛 以及不同色系的方塊 擺置在這邊 下一間是一個 比較大的 雙門口式建築 醫店工會 這邊的話 喔這邊已經有指令村民了 啊 頭顱商人是不是 喔有汪汪跟 喔 紅月跟阿絲還沒換頭顱 阿絲之前 變成Hero Brand去下阿神 跟紅月 我估計他是為了拍 影片封面 把自己的Skin 換成了蹦頭 接續往下滑 OK看到這邊有 新夥伴了 有瑞比特啊 優妮啊 罐罐的好兄弟 河茂也 加入了伺服器 百日生存大佬 阿刺 黑羽 傑克 哈記 巧克力 秋風跟 阿神 那這邊 所有的樂換項目啊 都是 實況主們 自己要求的 除了阿神 啊就阿神老師比較忙啊 他沒有空回我訊息 所以我就先幫他 選定了一個 金色褲子 等阿神老師 哪天注意到了 再讓他自己改吧 阿對啦還有 紅月拉拉酥皮進來 把他跟紅月組的好夥伴放在一塊 實況新捧捧介紹過了 接著來看看 VTuber新捧捧 這個畢業典禮思宜 開頭也是我們兩位的伺服組 再來 全部 都是 VTuber 而這次的新朋友呢 就是 艾姆雅 算是我們第二位 進駐進來的 切式VTuber 希望他能帶伺服器 玩得開心 把這裡當作 第二歸屬這樣 最後是小幫手 跟普通玩家的部分 柬埔菜旅社 聽起來有夠慘 有些人 甚至已經變成主播了呢 像天蛇啊 采魚啊 海豚有在 Twitch開直播 跟 Alan大家應該都已經把他當主播了對吧 這邊還有些人沒補完 多新增了一個項目是 我們巧克力的小幫手 小多久 巧克力是 87巧克力 他是 87小黃花 87兄妹 除了購買 在頭顱外 這也是公會嘛 海年根還給這邊 新增一個 任務留言版的功能 我們可以在這邊 拿取委託書 寫下我們的需求 放在這邊的獎台 如果有熱心人士的話 可能就會來 承接任務 任務完成之後呢 會再把這些書本 放到這次上面的 書櫃之上 讓不認識的夥伴們 多了一個 可以互相認識的管道 喔 喔 陽光灑落下來的感覺 恩 喔 陽光打到建築物上的感覺 超美 下一棟房屋的話是 留言版小屋 可以看看大家有沒有留了什麼 有趣的留言之類的 東西還算好吃 人不會說太多太極 整體3.5顆金 白海尼根 AKA 新竹金城武 莫名其妙 再來上面的話 喔 是雪野 櫻跟佩妻 還有 我們的新朋友 優妮 投訴 半夜沒有 店員上班 恩 這邊不是店員版小屋嗎 是 指哪裡的店員啊 那 我想等我們 逛完了整個 重生點村莊 再來留言 我們接續 看下去 喔 這邊 這邊是 全種類的農作物嗎 這邊有火焰花 這邊又有 所有種類的大花朵是不是 粉色系的 跟這邊有紅色系的 花朵 恩 ? 喔 是地獄疙瘩欸 謝謝海尼根 呃… 甜沒 多採一點 多採一點 幫你把 幫你把 玫瑰蟲種回去 我只是要地獄疙瘩 夫 半夜三更 跟月亮皎結 又是一個不同的景色 啊這個好像是 死亡積分版的樣子 喔現在只我忘在線上 我死了三次這個樣子 我們接續來去看看 下一棟小屋 這應該也是最後一棟了吧 黑魔法萬事屋 應該就是一些 無法從原版 取得道具的村民了吧 來 外掛商人 我們可以從這邊獲得 飛行石的煙火 擊退棒棒 遊手盔甲座迷你盔甲座隱形展示框系列 隱形光源 以及原版一些比較稀有的 無法再生資源 跟沒有辦法挖掘的森板岩 甚至連銅方塊都可以不用等 直接變成氧化銅方塊呢 那這些都是1.20已經有的東西 有一個是1.21 全新新增的道具 是由哈記跟學琳一同研究的 只要穿戴到身上 身體就會變小的道具 1.21的全新指令Tag 那要換這些的話 我們要獲得 扭曲峻菇跟飛雷紅峻菇 跟兩個皮帽帽 那這個的話 汪覺得我們可以來去 稍微地獄撒個股粉 就能獲得了 喔喔 這是青蛙造亭的噴水池嗎 糟糕水 我們來開個靈魂出鞘視角 好好看看這隻可愛的青蛙 喔 是用靈灰眼打造的耶 好酷 手癢戳戳他的眼睛 看看會不會發生什麼事情 沒有事情 好勒 觀摩完畢 我們就來 關掉光影前進地獄 收集那些蘑菇去 啊哈 進到地獄了 我記得 那邊有飛雄森林 跟豬人幹架一下 挖掉周邊的飛雄菌絲 挖一些些就好 之後有需要可以再用 地獄石撒股粉複製 接著來去找扭曲森林的下落 成功發現一片綠綠的東西 喔 完成挑戰熱門景點 再來採集大量扭曲菌絲 返回汪汪村 套出小麥逼牛兒們做愛愛 再殺些牛牛取皮革 返回地下室掏出些許汪汪的午餐 剁碎午餐 製作皮革夢 零食找塊好空地鋪上兩種菌絲石 大概像這樣 其實5x5的空間就可以了 但是汪汪撒個7x7 我們就可以在紅色這邊 高機率獲得紅色的蘑菇 綠色這邊 高機率獲得綠色的蘑菇 材料被妥再來跳刺終界門 抵達終界來 返回重生點 再次登入黑魔法萬事屋 找到這個綠村民 跟他購買路易吉還有馬力歐的帽帽 材料準備完畢 我們現在立刻來 穿戴一下給各位看看究竟會發生什麼事情 先來這款綠色的路易吉帽帽 呃呃呃呃 我的血量變少了 但是我變小了 變小之後我們可以來幹什麼呢 就比如說 唉唷 跳躍高度是一樣的 但是但是 我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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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鑽到半磚之下 再來的話 來看看紅色的帽帽 喔哇 大家有沒有看到我 看見這個柱子 我超小 再來切換個主視野 給各位看一下變小之後 看起來視覺感會變成怎麼樣 哦 一切 都變得 如此的巨大 再來換上紅色帽帽 呃呃呃 超級小 而且 變小是有代價的 我的血量 變成了 只有兩顆星 但是我可以 很自由自在的 到處進行穿越 我們來開個F5試試看 哈哈哈哈哈哈 我到底要放他多大我才可以看到我自己啊 真的是超級小欸 用縮小狀態來登上這個獎台 哇 看看這隻村民 多麼的巨大 我們還可以看看他的 呃裙底風光什麼之類的還真的看得到 但我一點興趣都沒有 喔 我們來走下台階試試看 喔齁齁齁齁齁啊 我可以走上台階嗎 喔哦哦嗎 可以走上台階 但是視野會變的相當的奇怪 喔齁齁齁齁喔齁齁 來 再來這個 大水池游個湧 喔喔喔 現在 一個小水池 都可以把我淹沒待進 哇這隻青蛙 變得相當的巨大 我跟你講 我可以跑到他嘴巴裡面去 简直莫名其妙 這樣飛行石 還好飛嗎 我們來 captive 喔喔看起來是可以飛的 完了我看不到我自己 我根本就是一隻小蟑螂在這邊亂飛亂跳 而且我現在血量有夠低 如果我碰到這個莓果蟲 好危險好危險 我們還是把帽子換回來好了 穿上正常的帽帽 如此如此這般這般 重生點村莊目前的樣貌 就算是參觀完畢啦 之後應該還會有其他的更新 大家可以再好好期待一番 現在的話我們就來掏出個告示牌 留個言吧 而最後的最後 不免還是要來那個一下對不對 開啟個大視野給各位環顧一下 這個村莊整體的外觀 夕陽西下時 陽光灑落的外觀 夜深人靜 狼嚎崛起時的外觀 恩...十分的夢幻 還有就是汪肉介紹了一項 公會小屋的旁邊 有像1.20一般的愛心翹翅借環處耶 我們稍微偷看一下 恩...那旁邊的木桶呢 恩...全空的 我記得海尼根的影片 不是有塞三件翹翅嗎 怎麼馬上就借光了 那可能往往之後 就會考慮開個直播 如果有多的翹翅的話 我們再來進行個決證吧 今天就這樣子 感謝各位收看 留言說 阿森老師屁屁正香 嘚嘚 訂閱汪汪 大讚汪汪 同爆鈴鐺 監視汪汪 覺得香香 記得分享 協助汪汪 煮煎母湯 這麼快就來 感謝 我...我不夠吸引人嗎